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小心谨慎 在这一次批命当中 我的客人发生了一种事 就是好的流月里面 他反而被人家诈骗了 骗了10万 财运非常好 但是却出现了破财的一个像 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我就有所体会 就是什么 好的大运的 坏的流年 会来干扰 好的流年会有坏的月份来干扰 好的月份会有坏的日子来干扰 也就是说不管 你的八字再怎么好 永远都有坏的因子在里面 所以其实呢 在一个批八字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记得一件事 好 你一样要小心谨慎 坏 你就全部防备就对了 你坏就全部防备 好要小心谨慎 所以记得一件事 不要乐即生悲 乐观中要谨慎 你凡事抱持着有危机的状态 去经营你自己的一个人生 基本上就算他真的爆炸了 通常因为你也有小心谨慎 不至于很惨 所以从这件事跟各位分享 你不管是在好运 都要小心谨慎 因为好运中 就是有坏的因子会出现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在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